这次四艘的大陆渔船是趁着呢深夜闯入了金门海域 而且呢用石块还有竹根来攻击海钓船上的钓客 当时导致了三位的钓客都受伤 而这整起的冲突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全是为了要捕捞野生的黄鱼 因为已经现在要价台币五千元 一块又一块比脸还大的石头把船舱内外扎得伤痕累累 四艘大陆渔船为了强补高架黄鱼 趁着深夜越界进入金门海域 用石块竹根袭击两艘金门海钓船 三名钓客因此受伤 四艘渔船就过来 开始丢啊打啊棍棒 棍子跟石头哇一起下了 大陆渔船轮番冲撞金门渔船 被对方渔网困住的我方渔船只能被动挨打 等到海巡队出海通气 大陆渔船早已消失无踪 而之所以引爆渔船抢捞纠纷 为的就是这个 黄鱼啊 夜生黄鱼主要生长在金门麻祖海域 价格连连翻涨 在大陆更是高档的汇增后里 美金卖价台币五千元起跳 两斤以上更是翻倍巨价 而在金门今年渔民捕获六斤的黄鱼创下最高纪录 卖得台币十六万元的惊人价格 由于数量稀有价格高 大陆渔民才会不择手段 越界抢捞 记者李俊龙罗立云新门采访报道